現在有完有白酒家庭 也是由媽媽來付出主菜 因此在南道館愛心關懷協會 今年的富有慶祝課堂中 就特別邀請二十多祖民眾 全家做回來參加換人煮飯的課堂 由平常時處理付出主菜的媽媽 來享受按摩 換小朋友以及爸爸來煮飯 希望各界都能落實 性別沒點的觀念 南道館愛心關懷協會 怕你特別基本富有慶祝的活動 讓來到現場參加的民眾 來體會告訴我的體驗 後面上時在家裡 付出主菜的人來到旁邊 享受料理以及全人偽造的父母 其他的家庭生活 就要來付出出口餅 就跟一個家庭要大家去共同付出 無分離我的觀念 我們家很簡單 他煮飯我吃飯 所以他煮我洗 他真的是負責吃還負責鹹 他是不是希望你可以借詞 讓孫子知道是什麼 對啊 讓孫子知道 他們說在家裡做的事情 真的是很多 他們也可以幫忙一下 一般要求小朋友去做家事 他都認為是爸爸媽媽的事情 他類似是他額外的工作 並不是說我們是在一個家庭 是家庭成員的一份子 都會說這爸爸媽媽做就好了 所以說希望人家參加這個活動 能夠讓他們覺得說 這是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家事共同負擔 承擔去製作這樣子 透過這個活動 讓家庭的每個成員 男女老幼 都可以知道說 大家都是平等的 只要在家裡生活 每個人都要為家庭付出 不管男生女生 都可以為家庭 為這個家 來做這個奉獻 做這個服務 而不是只歸給媽媽 阿嬤 這次的活動 有很多國小的小朋友來參加 希望讓他們自小 就能夠有性別別人的觀念 在未來就業 以及結婚後都能夠無分性別 就尊重跟別人的對待 這次活動有很多國小的小朋友來參加 我們希望把這個性別平等的議題 從小就給他們這個觀念 讓他們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 不管是在社會上工作 或者是在學校讀書 甚至以後自己有家庭的 都能夠尊重另外一半 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不管什麼性別 都可以得到方便 得到大家的尊敬 透過活動的體驗 給小朋友了解 新白白頂 以及家庭分工的重要性 不然能把爸爸傳統 媽媽祖奔 爸爸出外 工作的英雄 也能讓小朋友了解 別人的辛苦 做回來為家庭付出 其實在這裏有算 參與報道